前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很多朋友问我说 怎么能够做出那些 像什么苏联 前苏联什么无线电 或者是那种什么 老的对讲机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都在庆祝什么事情 但是呢 我最近发现了这么一款插件 叫做Time Machine 它确实能给你一些 很有意思的效果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 我是Alex 这个Time Machine这个插件呢 长得就像一个鸡蛋蛋块一样 我相信你应该已经能听到 背景中自拉自拉的声音 所以这个用起来特别有意思 它一共给了你四个 不一样的风格 换句话是不一样的噪音 或者声音的处理 50年代是最明显的 有那种稀了哗啦 稀了哗啦 那种声音 几乎就像那种 什么拍电报啊 那种老的片子那种声音 然后它一共有三个钮 输入输出和压缩 这个压缩基本上就是 声音变得更紧 更丢失了更多那种感觉 上面这有一个Auto Gain 它整个这画 画风非常的夸张 所以你有时候都找不到 这些钮在哪 这Auto Gain的话 就是你的输入输出 是在一起的 它可以帮助你去 补偿你的增益 然后我们先听一下 这噪音是什么样的 50年代的是这样的 60年代是这样的 你仔细听它要左右动 70年代的 80年代 它本身不光是有噪音 它还可以帮你处理这些音频 但是呢 你如果希望噪音少一点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下面去调整 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 很vintage的那种歌 我们来听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是这样的 放进去 有老唱编辑的感觉 当然这个noise 这个噪音你要跳到合适的程度 几乎听不见 但是有一点声 可能会最像 压缩 压缩 输入 这输入一多了 压缩的感觉出来了 你会发现那声音 恍惚恍惚恍惚的 放一个60年代 原来的 70 80 70 80其实没什么太多似的 我觉得这50是最有意思的 所以会给你那种 起了哗啦的那种 唱片机有点脏了的那种感觉 就你针在上面不断跳的那种感觉 但你要记住了 这个插件不用的时候 就像现在 也是有噪音的 所以你要注意说 你平时如果你项目里面 不知道哪来的噪音 有时候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到处去找 很可能就是这个插件带来的 此外呢 如果你想去做那种电话音的感觉的话 其实这个插件还不是最 好用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 比如说Q3 你如果用Q3的话 你到这边找一个叫phone 这个加进以后就完全是电话的那种声音 配合上这个去用 会给你很有意思的声音 比如说没有Q3的 对 这听起来就更像一些 此外还有一个插件的是Waves Waves的这个King's Microphone King's Microphone你用的时候呢 我强烈建议你 它有单声道和立体声 我强烈建议你能用单声道 因为这种东西 那么老的声音 应该没有什么所谓立体声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咱们把Q3已经关上了 把它打开 听起来是这样 这是King George 武士 用的一个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它下面像 一里沙白女皇 这就更老 原来那是这样的声音 这更像广播一些 这就不是很电话 特别像广播的那种声音 所以这个搭配起来呢 你就会发现这些效果的插件呢 用在一起 还是可以给你类似的那种风格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这是Time Machine 来自于Safari Pedals的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效果器 虽然在演示里边 你会发现 它起的作用只有一点点 但是它还是可以给你一些 很有意思的小的音色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 好吧 那我们先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休息 听见下来 拜拜